《许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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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还在讲 我们为什么要有 Second Law 那我们这边讲 我 Second Law 可以用来决定一下说 我的 Theoretical Limit 我一个 Component 有进行某一个 Process 它最好可以做到多少 这就是所谓的 Theoretical 从理论上来讲 我能不能做得到 我能做到最好 那理论值是多少 你做得到做不到理论值 做不到 因为理论值只有在理想的状况之下发生 而你真正发生的事情 是偏离理想状况的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那偏离理想状况 你要怎么样拉近 跟理想状况去拉近 所以 Second Law 会给你一个方向 想说你怎么样可以来改进你的 Engineering Component 或者 System的这个 或者 System的这个 Performance 或这个 Performance 那我们刚刚举了一个这个例子 举了一个这个例子 我就把这个例子算一算 我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Turban不可能存在 为什么 它出口状况 已经超越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OK 因为如果我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算 它出口 它的Quality 它的Quality 最低只能低到这个数值 不能比它再低了 比它再低就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了 那这个作者可能没有注意 就把这个题目写上来的 这个Turban根本不可能存在 OK 它已经超越了这个 超越了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的一个限制 当然我们做这些计算是 我们都需要经过一个 经过一个物理量 那个物理量我们称它为Antropy OK 我们称它为Antropy 那我们在这一章会介绍基本的概念 然后到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才会把这个 把这个Antropy 这个物理量摆出来 它基本上它的来源是有一个 有一个理论 叫Clausus Inequality 它由这个地方推导出来 Antropy 这个量 那我们下面呢 我们就来 我这给各位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把这个Antropy 把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 跟Antropy大概提了一下 所以我们还是再来详细的讲 那我们现在讲这个5.1.1 这个是课本上的图 我把它download的下来 它的Motivating Motivating of the Second Love 我们第二热力学第二定律是 怎么样的一个Motivation来的 那这个例子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例子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的温度 我有一个物体 我有一个温度 这个比环境高 那经过一段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 我会有热的散失 到最后呢 我会跟环境的温度是一样的 这件事情会发生 它有一个名词叫Spontaneous 它会Spontaneous 所以有一个名词呢 叫做Spontaneous S-P-O-N-E 叫Spontaneously S-P-O-N-T-A-N-E-O-U-S Spontaneous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自动自发的 自动自发的 它没有速度的意思 没有说瞬间 或者没有那个意思 它是一个Spontaneously 就是说 它会自动自发的会产生 这个Process 也许进行的很慢 但是它会自发性 什么叫自发性 就是不加外力 它就会自己发生 老师不点名 你们也会来上课 这叫Spontaneous 但是老师要点名 你们才来 那好像是外加的一些力量 好 那 我们讲说 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Process 它会Spontaneously 会发生 那Heat transfer from high temperature to low temperature 它会自己发生 但是反过来不会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 如果我有一个Tank 我的Tank里面有Air Air的温度 是压力 是比外面的压力大 那如果我这个Tank上 有一个小的洞 我一个小的洞 那我的Air 会逐渐的泄漏出去 到最后 我的压力 会跟外界环境一样 那我反过来行不行 我反过来行不行 好 反过来它不会Spontaneously 发生 它不会自动自发的发生 那我可不可以让它发生 可以 我加个Compressor 把它送进去 就回去了 好 上面这个东西 上面 上面这个 这样的一个装置 我可不可以让它 这个能量再回去 可以 好 怎么回去 我加一个Heat pump OK 加一个Heat pump 从环境把热抽回去 OK 比如说我燃烧一个化石燃料 把能量加进去 好 燃烧一个化石燃料 把能量加 所以你都需要外加的一个 外加的一个力量 那第三个例子 就是我一个重的东西落下来 好 一个重的东西 会从高的地方 落到低的地方去 OK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但是 它不会自己 从低的地方 跑到高的地方去 好 不会跑到高的地方去 所以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能量的转换 我比较高的位置 我是有胃能 对不对 胃能转换到动能 它掉下去 然后透过摩擦力 这个能量 变成internal 变成internal energy 但是我能不能把环境中的internal energy 收回来让这质量自己符合上去 好 是不可能的 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second law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这个东西呢 好 有一些 有一些自然界的现象 我们需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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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来解释 好 我们需要来解释 我们现在来看 好 我们在解释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开始讲另外一个概念 好 另外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能不能把我的系统 回复到原来的状态 好 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出发点 好 我能不能把我系统回复到我原来的状态 OK 好 这个我们后面会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叫reversible irreversible 好 我们说the initial condition of system can be restored but but not in a spontaneously sound 说 on s s and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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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可以让它回到原来的状态 可以 但是我不是一个自动自发的过程 我们必须有一些辅助的装置 才能够达到我的目的 例如我们需要一个Heat Pump 把能量送回去 例如我们需要一个Compressor 把气体抽回去 例如我们需要一个起重机 把质量调上去 这些东西 就是说我们才能把它回复到一个原来的状态 那我需要一些原来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会造成什么呢 A Permanent A Permanent Change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Surrounding Would Result 因为我需要一些辅助的装置把它送回去 这些辅助的装置的操作 就会在我环境之中 留下一个Permanent Change 永远存在的改变 OK 所以我们讲船过水无痕 没这回事 OK 反走过必定留下痕迹 这是整个大自然的一个现象 所以Initial Condition 不是不能回复 对那些Non-Spontaneously Process Initial Condition 是可以让它 是可以让它回复的 一个Non-Spontaneous Process 我们可以借助外力让它发生 可是那个外力 就会对环境造成一个永远存在的 存在的一个影响 一个影响 那我们这样讲 Light Alone System Left Alone OK 一个System 如果我把它丢在那里 不管 跟外界没有任何一个 跟外界没有任何的一个 没有任何Auxiliar的东西 去促进它一些事情 Tends to undergo Semontaneously Change Unt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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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一个热的物质 我们摆在那儿不管它 它就会 它跟外界环境温度一样 就是达到equilibrium 它跟外界环境温度一样 这个时候达到equilibrium 是什么呢 是它里面 Internally and their surroundings Surrounding 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Internal 是指的这个物质里面的能量 Surrounding 是指跟外界的温度 所以它是跟外界的温度达到一个equilibrium 达到一个equilibrium 这是自然界的现象 这是自然界的现象 像这样的一个tank 这样的一个tank摆在这儿 除非你的边界完全不破 它的压力是可以维持的 如果你的边界有破 有裂缝 它的压力自动就会卸压 自动压力就会降低 这里所谓的一个condition of equilibrium 所以一个系统 它会自动自发的趋近于equilibrium 那我们怎么样定义equilibrium 我们怎么知道它达到这个状态 它就不会变了 我们怎么样define我们的equilibrium 实际上如果我们介绍完这个entropy之后 大家就知道所谓的equilibrium是什么 所谓的equilibrium是什么 是entropy rich maximum 我的entropy达到最大值的时候 它就是equilibrium 它就不会再变了 我的entropy达到最大值的时候 它就是equilibrium 它就不会再变了 所以这东西在材料热力学上面 应该是蛮多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热力学第二定律定义的一个东西叫entropy 所以我们也可以利用这entropy来define 什么叫做equilibrium 我系统存在一个状态 它的entropy极大化之后 它就是它的equilibrium entropy达到这个最大值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变了 entropy又有一个名词叫做乱度 换句话讲说这个系统 它乱到一定程度不能再乱的时候 它就会停下来不会再变 ok 就不会再改变了 所以乱到最高点一切就结束了 这世界就解体了 ok 好 那再来呢 这是我们按照课本上的内容 我们介绍3.1.2 好 3.1.2 opportunity to do work opportunity for dividing work 好 我们有做工的一个机会 我们有做工的一个机会 最后的一个机会 当一幅 分极限定 between two systems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for developing work okay work is a time sorry work is developed as equilibrium at times 当我趋近于equilibrium的时候 我就可以做工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现在有所谓的 imbalance between two systems 我们system是什么 我们针对这个 我们的system是我们的body 还有我们的surrounding ok 那我们中间有一个imbalance 这个imbalance是什么 是我温度不平衡 如果我没有加上任何保温的措施 它的温度会降低 ok 中间有一个imbalance 这个imbalance我就有机会做工 那我怎么样让它做工 想象中 conceptually 我可以有一个比较热的物质 high temperature body 我把热传给我一个power generation system 然后再传到我的low temperature去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就可以做工 我就可以做工 我就介入一个所谓的 一个heat engine 一个我们可以想象中 这里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 这个我们透过的装置 有一个 有一个锅炉 有一个compressor 有一个锅炉 有一个turban 有一个condenser 还有一个pump 我把这几个做在一起 温度差再少 我都可以让它做工 所以只要有一个imbalance的force存在 我就可以发展工 那再来我们讲这个例子 我这一个tank在这个地方 我的tank的压力比外界环境高 所以它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force imbalance 它有一个force imbalance 那这个force imbalance 我也常常做工 这做工很单纯 我这个 这边如果装一个walf 装一个walf 这边再接一个gas turbine 它就可以做工了 ok 它就可以做工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force imbalance 也可以做工 那这个mass做工更简单 我在往下掉的时候 往下掉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摆一个滑轮 摆一个滑轮 那往下掉的时候 我也可以摆一个滑轮 带动一个滑轮的一个转动 带动一个滑轮的一个转动 这个转动的时候 我就可以带动一个turban 一样可以做工 所以conceptually conceptually 只要这里 只要这里有一个imbalance的force imbalance的状况存在 它就有机会来 它就有机会来做工 它就有机会来做工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订阅 订阅 这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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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2個問題 我們有兩個問題要去尋求答案 OK, what is the theoretical maximum value for the work that can be attained 我們知道有imbalance的時候 它就有機會做工 那我們剛剛講我有一個熱的東西 我有一個hot body 我有一個hot body 然後我有一個co-surrounding 我下面問了一個問題就說 如果是這樣,我hot body是T-high co-surrounding是TC 在這個環境之下我要問一下 我最多可以做多少工 What is the theoretical maximum value for the work can be attained under giving condition OK,我最高溫是 我的高溫的body是TH 我的低溫是TC OK,那我最多可以做多少工 大家可能都學過一個東西叫Carnal Cycle 對不對 在物理應該有講過 叫Carnal Cycle 那Carnal Cycle的efficiency 我的功德maxima等於什麼 我能夠做的功德maxima 就等於我輸進去的熱 這個e減掉TL over TH 這是我的最大值 這個也可以推導的出來 我們後面會證明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給你用一個實際的cycle 來證明說如果你做到這樣 你就可以達到這個maxima 第二個,那如果我們知道我們的theoretical limit What are the factors 有哪些因素 OK That would pollu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maxima value OK 所以我們有兩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Giving的一個imbalance的狀況 請問最多可以做多少工 OK 然後再來呢 有什麼樣的因素會阻止你拿到那麼大的功 OK 有哪些因素 那你知道那些因素的目的是什麼 就把那些因素所造成的影響讓它降低 所以你的系統就可以趨向於theoretical maximum 所以要回答這兩個問題 所以回答這兩個問題 所以我們後面的內容在幹嘛 就在回答這兩個問題 後面的內容就在回答這兩個問題 雖然有點曲折 但是真正的目的就是回答這兩個問題 那要透過別的一些說明 大概才能找到一個basis來算這個東西 然後再介紹一個觀念 說什麼樣的東西呢 然後防止它達到最大值 防止它的最大值 當然這牽涉到講的非常詳細的一些設計 不是這門課程的內容 這門課程是在講一個很基本的觀念 那到底有什麼factor would produc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aximum value 有什麼樣的因素會影響到說你沒有辦法達到最大值 那個因素我們等一下會講 等一下會講大概有六個 有好幾個因素 那些統一那個因素呢 我們都給它的一個名字 這字念起來蠻挑戰的 那些因素我們給它統一個一個名字 叫做irisversibility 它裡面代表的是很多個不同的現象 都會造成irisversibility 那所以有沒有跟剛剛東西連在一起了 OK 我的能量可以從高溫以熱的形式 從高溫傳到低溫去 但是它不能從低溫傳回來spontaneously 所以它就是什麼irisversible 對不對 那要靠溫度差才能熱傳導熱 那就是一個irisversibility 那你之所以你沒有辦法達到maximum performance 就是因為裡面有熱傳高溫傳到低溫它不可逆 所以在這裡我們把所有的罪過 統統丟給一個名詞叫做irisversibility 那所有我們現在看不順眼的東西我們都叫它irisversibility OK 我們等一下再來 summarize一下 我們有哪些東西看不順眼 看不順眼